在華年郵立 受農民 剛才有拔廠 以市櫃有問題理由 中已經說好的介紹 臺對拔 農民都很常 自己要在的網路行銷 如果管府也答應 會合作農民 制定合佑 這是華年郵立燈的 待久三明路段路邊 有很多市櫃打燈在賣 現辦的大市櫃 不過今年在地歸農 稍後拔廠 以市櫃 沒有水上有油 繼續補一拔 我們可以接受你小小的砍價 但是他幾乎這次砍價 是幾乎快折半砍 砍到我們幾乎連成本都不夠 西瓜的買賣 他的合約是現場還可以再反悔嗎 都是口頭上約而已 圖農表示 缺點的過不夠10% 現場外 六萬塊 要買的市櫃 一時買不出去 本陣身 會冠不掉了 說出民意 市櫃買不 其實回去 都給盤最佩計 但是剛才問到 就是盤最希望管府得到10天 所以鼓勵農友如果為了避免這樣的問題 未來跟我們的盤商交易的時候 可以立下紙本的契約 保障彼此的權益 但是也有其他的貴農宿地學 表示 買入住本客戶 就等於是沒人會來收貨 只好自己做通路行銷 但是現在花蓮電動 以後交通不方便 這會讓客在地民眾來買 其實花蓮菜市櫃 也變臨一樣的問題 只要交通一段 花蓮菜市櫃 要南四十二點鐘 全白 都會讓它 不會最不好 多大複計 管府也要跟 各大廚市中交通 希望大家可以體力 花蓮正方 也會向中央政策 吳林謝斯 以保障農産品品質 記者中央報告